大家好,欢迎来到KLB读书会 今天我们将学习高智商的人都会遇到的十个误区 现在让我们开始吧 第六个,偏见和盲点 每个人都有智力盲点 总会有一些你不知道的东西 一些你不理解的观点 当然,如果你不知道什么 你怎么知道,我会不知道呢 高智商的人认为他们的盲点比世界上其他的人要小 他们相信自己不受支配我们心里的偏见和悖论的影响 但事实是,他们不是 高智商的人更有可能忽视他们的盲点 他们相信自己比大多数人都了解得多 因此,他们忽略了明显的缺陷 即使他们能够识别到其他人的复杂问题 也需要难以置信的自我反省 才能认识到自己的相同问题 如果你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 你可能不知道你的盲点是什么 但是这记住,你有盲点 不管你有多聪明 总会有一些你不知道或理解的东西 第七个,人际摩擦 聪明的人在团队中总会有摩擦的 不是因为他们不能完成工作 而是因为他们不信任他们的对应 你以前可能有过这样的经历 你已被分配到一个团队 并且你的团队分到了一个项目 你对这个项目有着个人的见解 但你认为你的团队不能创造你设想的产品 你担心他们会犯错误 你担心他们会轻易放弃 并且,你想要产品是完美的 但你认为你是唯一能够满足你的高标准的人 聪明的人经常让自己承担过多的责任 因为他们想自己做所有的事情 他们不愿与队友合作 委派或妥协 他们对自己的团队感到沮丧 并且,当有人不遵守他们的协议时 他们经常会感到后悔 如果你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 团队合作可能不是你的强项 你可能是一个喜欢按自己的方式工作的孤狼 如果你有选择 你会独自完成每个项目 但一个人只能应付这么多的 但如果你是一个聪明的人 这里有你需要吞下的药丸 无论你多么的聪明 你都需要团队作战才能获得成功 第八个,智力与智慧 智力和智慧之间有什么区别 聪明的人知道如何做某事 他们已经记住了技巧 他们阅读书籍 并以应有的方式来解决事情 但是,一个聪明的人知道 其他聪明的人并不总是明白的事情 一个聪明的人知道如何解决问题 但他们也明白为什么这个问题很重要 许多聪明而成功的人将智力与智慧混为一谈 你专注于取得成果 你正在尝试扩大知识的广度 你正在尽可能多地学习 但你很难将新知识付诸实践 你也许能够通过每项测试 并写下每篇论文 但在现实世界中 您会像其他人一样感到迷茫 对于聪明的人来说 重要的是要看到表面之下 您或许可以在60秒内 记住数百个数字 您可能会在眨眼间 解决复杂的方程式 但是,如果你不明白 你为什么做你所做的事情 或者学习你所学的东西 那么,你的智力 不会让你走得太远 第九个,跳过基础 想象一下你正在学习如何游泳 你以前从来没有在游泳池里游泳过 但你是一个运动型的人 那么,你会怎么做呢 你跳过游泳课 然后潜入深水区 但不管你的运动能力如何 如果你不会游泳 你就会下沉 聪明的人会定期下沉 他们经常忽略基础知识 并认为自己比普通人更先进 但是,如果你从不学习基础知识 那么,你的智力并不重要 无论哪种方式 你都会失败 如果你是一个聪明人 请不要对方向教程和入门课程翻白眼 你可能认为你知道的更多 你可能认为自己太聪明了 不需要知道基础知识 但事实是,每个人都要从零开始 第十个,角度太多 并非每个问题都需要聪明的头脑 有些问题简单明亮 答案就在你面前 你想的越多,你就越困惑 高智商的人会思考 他们面临的每一个问题 他们尽可能多地 在不同角度观察每一个障碍物 他们预测假设的情况 并解决非理性问题 最终,他们会做出 糟糕的不安全的决定 为什么? 因为,他们想的太多了 有时看到所有的角度是值得的 其他时候 你能做的最好的事情 就是对摆在你面前的解决方案 充满信心 如果你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 请记住这一点 思考并不总是等于答案 许多情况下 顺其自然是值得的 尽管你很聪明 但你无需将100%的脑力 投入到每一个平凡的问题上 相反 你应该学会 相信你的直觉 当你花更少的时间去思考时 你可能会发现 你做出了更好的决定 感谢您收看本期视频 如果您喜欢这种类型的视频 请务必关注 因为更多精彩内容正在路上 谢谢